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港股 也先說了 因為今天早了一點點路 因為騰訊出業績 也想快點和大家 說回情況 今天港股 比較有戲劇性 因為你會看到 今早的時間還是比較差 但到下午回來後 整個走勢 好像有點逆轉了 關鍵在哪裏呢 就是內房股 因為內房股 突然氣氛 就好一點 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跟大家更新一件事 第一 就是 股市中的官媒 官媒又提及到 本身 叫做 即是高盛 開始買回內房債 有個好像撈底的情況 但這個其實還未足以 導致內房股 有比較大的上升 反而是 今天也不是今天 應該是昨天的時間 我們有一些消息 是說 因為這段時間 銀行和內房公司 可能有一些 座談會 話說 有些公司 近期有計劃 在銀行間 註冊 發行一些債務 的融資工具 這個是 銀行間的債券 具體的操作 我仍然在了解 究竟是否等於 像你說的 內房發債 銀行就吃了 這個我也要再研究一下 但是 可能是因為這個消息 大家覺得 內房的融資渠道 可能沒有資料到那麼緊 或者是 你當是內房 有一個比較難 比較上正面的消息 令到這一批板塊 在下午回來的時間 就馬上抽升了 而且那個升幅 也可以說是越升越有的 還有 因為騰訊 今天的股價 由台大落到尾 都是保持著升 所以令到大市 最終 其實那個彈幅 也挺厲害的 你可以說 今早的時間 有些朋友都問 市場好像我做了淡倉 我都說看著 大概是24,600這個位置 那 其實沒有 即是 去到今天 今早的時間 跌穿過 最低的地方 可能可以去到24,500 但是 也看見他彈得很快 特別晚了 時間 一輪衝衝之下 市場就打得上去 當然 剛剛提及到 這些消息 你說對內房的幫助 不是很大 都真的是兩體 即是 始終你內房 現在 即是你說 是不是每間公司 之後都可以發 即是剛剛提及到 銀行間這些債券 我不知道 每間都可以發 還是一些大 可以發 但是不要忘記 你始終的規模是多 即是你內房 現在這樣搞 你的規模是多 以及 是不是真的 銀行吃呢 這些真的 即是他做得好 要極度的小心 因為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變相 將現在內房的 這些 債務的風險 轉嫁給內銀呢 這個 挺關鍵的 我要再看 所以 這單的消息 我暫時 只是覺得 一般般 至於 騰訊的業績 一會兒再說 那 我也想說 今天的時間 其實我會看到 剛剛提及到 內房升 還有一些 醫藥股都升 因為話說 我們現在在做一些 好像 又是那些 大輪採救 第三輪 第四輪的招標 其實之前的時間 有傳聞的一些藥 大家最近 可能都聽我說多了 叫PD-1 這些可能是 跟癌症相關的 療程 現在大概是十幾萬左右 因為之前的時間 有機會會降價 大概是一萬元左右 所以 這些股份 之前的藥股 都跌得很厲害 不過 今天的消息 慢慢傳出來 就是說 他們談過價 大概是三至四萬 其實三至四萬 是什麼概念 你想想 之前是十幾萬的 現在說三至四萬 其實都是差的 但是只不過 就是因為本身 大家的預計 跌得更多 現在又叫做 比預期中跌一小 所以為什麼 這些板塊 打上來呢 可能會有這些情況 但是 也是的了 大輪採救這些 當你那一刻 你說 那個銀碼 之前那麼差的情況之下 跌了一旦 但通常是比較短印的 就是比較短線的 所以 我自己覺得 都是那句話 小心一點 還有一個市 今天你看下去 一些東西 升上來 但是 是否很有說服力 都不止 當然 今天也要說一下 騰訊 因為今天出業績 那 如果你說一個市 我之前都說 你還可以當它 大概 二萬四千六 二萬五千三 這些水平 拉腳線 但是騰訊的業績 現在也在說 騰訊的業績 就說真的 在這裡 它今天早速的 四點多鐘 應該是四點半左右 出了一份業績 那 就馬上看 而且 也馬上 因為我們之前 都主要做過一些功課 這些行業 都預計 大概是什麼 預計的數 如果以這個第三季度去看的話 其實應該是 我想 你要當是市場預期的中位數 那些寫法就說 比預計的差 但是 因為 我們說 通常的預測 沒有一個 正確的一個數字 通常有一個範圍 因為間隔行 可能它對 看法不同 所以有一個範圍 現在就叫做 在範圍的中間 所以我不會說 它差過預期 但是這份業績 你說是不是很有驚喜 沒有的 跟大家說 是沒有驚喜的 因為我昨天 都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 我覺得除非它的業績 很厲害 真的很有驚喜 否則 我不覺得它的股價 可以很厲害 現在 你看到的話 其實業績 真的沒有什麼驚喜 甚至乎 比我想像中 都 少了差 你只可以說 因為原先大家都猜 它 因為我看到有些說法 就是 它那個是 浪跌的數 大概跌1% 現在跌2% 那 1%又沒有什麼 但是 你可以說 業績有沒有很大的驚喜 我看就真的沒有什麼 大家也可以輕輕說一下 它的情況 遊戲那邊 它內地的增長有5% 外圍有20% 外圍的數 外圍的數 是漂亮的 外圍的數 但是 你覺得內地方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暑假原先是一個 叫做 打遊戲的旺季 但是你看到 它這次出來的數 5% 其實是不理想的 當我提及到一些數字 就是說 自從 內地方面 有些防沉迷打遊戲 新規之後 它都說 2021年9月 未成年的人 在他們本土市場 遊戲的 時間的佔比 大概是0.7% 上年同期的時間 是6.4% 而一些遊戲的流水量 都是9月份的時間 是1.1% 上年同期的時間 是4.8% 你看到 其實是顯著的下跌 但是 收入方面 還有5%的增長 你可以說 如果以這個trend 底的話 內地 那個叫做 增速 其實已經是 在遊戲方面 不理想的 差的 唯一是靠 國外市場 就是國際市場 那方面 那兩成 我覺得 算是這樣的 算是不差的 那 先說 這件事 網絡廣告 叫做 同比增長5% 我想 叫做 合理 但是 社交 有些媒體廣告那邊 增長4% 都是合理的 就是說 這次 看上去的數目 就真的 一半 你又不可以說 很頑皮 但是 你看上去 這些數字 增速 你又不會 看上去 會覺得 很不錯 你又不會 那 那 我跟科技 增長大約 三成了 這裏的 增速也很厲害 不過這裏跟網絡廣告不同 網絡廣告呢 它那個 叫做 margin 一定高很多 那 金融科技 現在你看到它 成本的話 就一半半了 都是 就是一半半 所以我就 因為金融服務那邊 其實你的 成本 收入成本 都增加了 兩成九 跟你的收入增速 其實差不多 又不見得上 特別好 那 所以 這份的報告 看完之後 我只可以說 今天它升上來這一下 不要問現在升那麼多 因為報告 看上去 我覺得真的不值得 升那麼多 如果你問我的話 但是 沒有 看看今晚 去分析融會議那裏 會有什麼 說 今晚我都會 抽時間聽一聽 聽一聽 那 說完這些之後 再說一下 那些板塊 不過 說實話 剛剛都和大家 都說了這些情況 我再看看大家 有什麼問題 先看回384 384 其實現在 現在可以冬天 而且內地方面 都真的可能 那個 叫做 那些 資源 那些 開始有點緊張 按道理 按道理 384 應該會不差 但是我想說 其實 其實 你看到之前 有些爆炸事件 其實很多都好像 跟它有些關係 我覺得是氣氛問題 而且大家可能 有點害怕 所以我選擇 那麼殘 就是這樣 它可能 未必關係 你可以說 這些個別事件 未必對它 未必關連 但是現在 大家始終 對它的看法 比較負面 我覺得要彈 也好 一時三刻 未必會反映 即是未必真的 會去股價 它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可以的話 不留住了 不留住了 還有可以說一下 今天的 新能源板塊 今天又在隊 那 我又覺得 又 未至於很害怕 因為 這一批的板塊 其實都預算是錯的 所以 沒有 後來再加一些貨 這些板塊 加壓住 沒有什麼 但是你可能要 有機會 可能要捱一捱 但是當 儲存一下 OK的 沒有什麼所謂 另外 其實 你說今天來說 這些板塊之外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蒙牛 但是蒙牛那些 又是一些 監管的東西 其實大家一見 監管的消息 就一定的股價 一定的影響 那 今天比較差 這些飲食股 不是因為 你可能有機會 加價 但是 他的監管說法就是 你要提供一些貨物之餘 你的價格 就不可以太高 甚至乎 追求這麼高 品質的東西的時間 就會令你的價格上去 一般的消費者 就買不到 這樣 這些要拿到 中間的位置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只可以說 蒙牛這些股份 不是說差 但是在這些 監管 政策之下 就比較煩 所以也是 不保持 先等一會 先等一會 17圖表 我沒有特別 小顧問 我覺得 本地地產 或者這些 中學名企業 都是先等一會 我覺得他們等 通關這些消息 可以了 可能人家的股價 才有機會會有 比較好的表現 現在還是不保持 不保持 那 Kiv 是RG 但是我買了 而且你也知道 RG 其實它有很多限定 你看到P Banda 它經常有很多限定 一些限定的 一些要搶 我就不搶 但是 我會 我會買 但是 真的沒有時間 現在 好像純粹 買來擺 但是 有時候 沒有 從小到大 我喜歡高達 所以 從小到大的時間 我都是 不斷買 尤其是現在 如果 大個兒子的時間 有時候 你小時候 你又未必會 那麼捨得買 現在是不同的 現在真的 我不買 自己開心 也好 我不只買 買 RG 我還要買 BB展示 即是 突然炒起話題 不好意思 但是我想說 這些童年時 一些玩意 現在大了 大了之後 你很想有時候 買回來 你可能買完之後 你未必會組 因為那些 可能它的帽 我們說 已經是很舊式 現在那些模型 那些是很漂亮的 你組出來 你不油顏色 已經很漂亮 但現在以前舊的 其實你不油顏色 其實是不好看的 因為它是舊的 但是 你覺得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心癮 所以我近年 也開始 找回一些 舊的BB展示 那些 新的 也有的 之前SD 即是 SDW 那些 最新出的那批 我都有去存 但是 也是 用來擺 有空 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 無形也可以交流一下 無形也可以交流一下 這樣 大哥 多謝你 謝謝你 不如這樣 我見朋友問你股 我講完美股的情況 那 G.S G.S這陣子 又下跌一些 其實因為 債少下跌 這陣子的債少下跌 1.4多 令到 金融股這陣子的走勢 下跌一些 但是又沒有什麼 我覺得 金融股始終有去過賣點 還有 幾樣東西 金融股的業績 有標籤 第二 你看回 你說 經濟狀況 美國也是不差的 我又覺得 他們會受惠 第三 基建那方面 現在美國那邊做的基建 要融資安排 這些銀行 即這類金融機構 一定受惠 所以我變了 對於高盛 GPM 這些 看法是很正面 所以 擺 還有 我想 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它之外 我現在 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都有一些想法 在美股方面 我想我會減榜 也不會減 但是我可能會加仓 加仓 加仓的話 加什麼呢 TSM AMD 然後 Robots 會再看位置 另外就是Tesla 不過Tesla 真的不堅持 即是高位追貨 我始終覺得 Tesla 第一升了很多 第二 不要忘記 這一轉 會減少一些貨 即是減少一些 10% 我覺得它會減少的 就是 Jusper 我晚上做 10年無線材競技 我覺得它會減少的 但如果它減少的時間 我當它有一段時間 等一個月的期限 它會減少的 如果這樣減少 如果這樣減少 變相之下 其實它的股價 可能會有一升 因為它的量太大 所以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它的股價 應該會處於一個比較 可能 拉它一些的情況 如果你當 比較樂觀一點 你當大概900元至1000元為止 可能都是拉它這樣 我會考慮一下 回到900多元 可能會慢慢買貨 但是會分轉買 因為你預算這一轉 其實都會有些時間 即是去沽貨 也有時間去沽 分時間去再買 但反過來 港股方面 真的沒有 現在都覺得是要減榜的 即是可能 其實年底之前的時間 會把倉子倒閉它 可能純粹 買幾隻股份就算了 即是其他一些 可能純粹 可能本身有個比例比較差的 那些 我就會 全部收拾 那 現在就是這個 可能是我的比較 比較想是 新的部署 跟大家剛才分享一下 那 沒有了 是這麼多 因為都要 可能有其他 Conference 我要開了 所以 今天就暫時這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那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